昨天下午3時35分 池雲山池樂村落信樓35樓一個單位突然起火 多名街坊報案求助消防趕到現場 開動一條後扣派出一隊煙霧隊灌救 約26分鐘後才將火救息 執法部門同時接報現場有人遲都遊蕩 於是派員調查和持盾戒備 並於事發樓層走廊位置發現4名女傷者 他們全部都被燒傷 當中包括懷疑遲都司閘 身上緊著空位的女子 他們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據了解受傷的4名女子是4姐妹 其中懷疑姐姐因賣樓問題談判失敗 遲到司閘被警方拘捕 消防員在救援過程中發現2個起火點 加上火勢蔓延速度不尋常 相信火警原因又可疑 已經交由執法部門跟進 消防員表示 單位火牆的面積約6米×5米 其中客廳、廁所和廚房嚴重燒毀 並無波及鄰居 此外消防員在起火樓曾救出4名女傷者 並將他們帶到安全位置 交由救護員作初步處理後 送往威爾斯親王醫院 現時4人全部傷勢嚴重 有生命危險 需接受深切治療 執法部門表示 相信今次的火災是由家庭糾紛造成的單一事件 暫時沒有證據顯示案件涉及其他人事 也沒有資料顯示4人有情緒病的紀錄 該部門已將案件通知社會福利署 以作出更進行動 喂喂,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、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我們於是我們就在做消防火 所有的時間在交給上 我們會在一起 再次做收集